麻雀姐挑战荒野独自求生100天 今天已经是第50天了 挑战已过半 在这50天的时间里 麻雀姐先是解决了水源 取火和食物问题 又给自己编织了整套衣服 甚至升级了草裙 做了草鞋帽子 稍待手编织了一大一小两个鱼笼 制作了十几个陷阱 准备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搭建了庇护所 还重新装修了两次 自己打好了家具 光桃罐都做了一个半 养了一只小鸟 却不幸走丢了 煮了很多菜 吃了不少药 还吐了两次 救援电话用了一次 向孙明求助要了一袋盐 算是续命充值成功 做了一柄石斧 一把小刀 捡了一把废枪 打算做把屠龙宝刀 上期说到麻雀姐 已经做好了制刀的模具 下一步 就是把枪上的废铁 裂成铁水 再注入其中 烧铁水需要的温度很高 一般的柴火 远远达不到这个温度 必须要用木炭 于是烧制木炭 变成了目前的关键 上山砍柴前 先做点帽子 挡风挡雨挡太阳 防刺防刮防色狼 磨个木棍挖土 又是石斑工备 把柴搬来 不如就地取材 追风取 不如等风来 直接在干柴多的地方做炉子 减少了搬运柴火的距离 然后就是霍泥巴 建高炉 驾轻就熟 把炉子烘干以后 再做一个炉条 那么问题来了 你知道炉条是什么吗